請你幫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好家再好自會 潮濕發霉衣物 盡視致命元凶 冬天要拿出來穿的時候 白點耶 對 你看 沒有 家裡面的人也會這樣做 梅菌的過敏是很嚴重的 很嚴重 我們家一般的過敏 有可能只是癢癢而已 青梅素的過敏打下去 是會過敏性的 會吸不到氣 甚至要插管的 好啦 待會兒那皮膚 我們把你火化掉啦 把他爆掉 最怕環境濕搭搭 發霉 長菌 百病生 防止霉菌 傷健康 精采內容千萬別錯過 所以有時候人難免會有生病 但這個生病我們說被傳染 還有一些莫名的遺傳疾病 但是偏偏有一種 這導致的因素 我們好像也很無望之災 就很無奈 很無奈 就是因為潮濕 環境濕搭搭 很多毛病都找上門來 我們就是活在這個環境當中 對啊 可怎麼辦才好 台灣就是海島型 對 所以最近我小孩 就很容易一直哈啾哈啾 然後家裡廚師機 怎麼樣就水一直滴... 都聽得到聲音 因為實在是太濕了 太濕了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針對這個環境 如果濕搭搭的話 大概應該怎麼辦呢 來整理一下 好 先來看 可能會讓你呼吸困難喔 這狀況包括了一下雨 喉嚨會癢 很想咳嗽 另外還有鼻子過敏也大爆發 这个应该就是标准 很有过敏体质的感觉 那现场来的都是 发美的美 那菌呢 细菌的菌 美菌的菌 是这个 你讲话还蛮好的 菌的美菌 想说讲得这么好 来 虽然那先从美女来了 来 真理 我们其实像这种天气 我们其实最怕是因为鼻子过敏 我的小孩都是鼻子性过敏 很严重 所以她们是那种一早上起来 或者是平常时间 她可以这样一直打喷嚏 而且连续打 一次不停六个 面子用得很凶 一个早上可以用到几乎一包 对 那那个 来 另外一位美女 一路 我想当 我的状况也是 我尤其是就是 我不只是下雨 我只要环境潮湿 我鼻子就会先开始不舒服 然后会眼睛红 然后很红又会很痒 然后开始的就有黑眼圈 再加红眼圈 因为我们不是因为睡眠不足的黑眼圈 我们是因为过敏 所以就会看到一点 紫紫红红黑黑的 然后你就会一直省鼻涕 一直省鼻涕 然后超级不舒服 声音听起来都是红鼻塞的状况 对 那她洗现在就有一些 你会觉得吗 因为今天外面在大雨 又潮湿 不好对不对 我只要一变天就会这样 而且最近的美女季节来了 完蛋 那你糟糕 你眼带永远都是彩虹状 对啊 没有不舒服 人家都说你没 我爸爸都说 你感冒吗 你没睡好吗 我说我过敏 我爸爸每次只要我一打噴嚏 咳嗽就会说我是感冒 其实我不是 就是过敏 那你这个小宝宝出生 有被你的这种过敏的体质遗传到吗 现在还看不出来 现在还看不出来 但是因为我自己打噴嚏 打得很大声 就哈啾 他就会这样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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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吓了他很多次 跟他吓醒 我就会忍住我的噴嚏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还蛮好笑的 对 来 俊男 小哈 是… 就是我是 我是每一次只要环境比较潮湿 尤其是每年好像就特别 在换季的时候 雨下特别多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我跟妳讲那个湿度季 真的都没有我准 我喉咙会很卡 然后感觉好像有人掐着 然后就一直咳… 也曾经找师傅来看过 师傅说还好 对 师傅说没什么事 那排除那个意思 所以应该是潮湿 上身了是不是 对 都看过了 好不好 我还摄那个摄影机这样 都看过 我没有拍到 胸孔也拍 没有拍到东西 那就好 对 就是潮湿 所以这是环境的问题 就是潮湿的问题 可以… 对 然后就会一直咳… 但是你的帖子 我会觉得特别的好奇 因为人家说 有过敏帖子 运动是最容易改善的 你以前是运动员 你说得对 对呀 真的 但是那个时候 有在运动的时候 真的会比较好 但是因为现在没有在运动 等于说 立即只要 会差 真的会有差 然后有时候 鼻子会整个都是塞的 整个塞住 我有一次就是 因为我的那个枕头套 可能买得有点 做得不是很好 它是深蓝色的 然后有一天我睡 就是睡醒以后 然后我妈看到我就尖叫 你怎么整个脸都是蓝色的 你怎么会这样子 结果是为什么 所以我睡觉 然后鼻子塞住 所以我要用嘴巴呼吸 口嘴就一直流 一直流 沾湿了 蓝色 真的蓝色 所以那个枕头套真烂 它会褪色 那枕头套烂透了 我整块是蓝色的 你知道吗 可是你不知道 新买回来要先洗 过才能用吗 我不知道 我想说那个颜色 你不知道 我怕洗了会褪色 难怪你是俊男 不是 我怕洗了会褪色 然后就很漂亮 那个颜色 你知道那个深蓝 很漂亮 就跟你衣服一样 就跟你衣服一样 你讲一个 我会不会脱下来 里面还是蓝的 你要小心 要小心 所以变纳美人了 好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状况 你是吻合的话 要看一下要注意的事 要注意的就是 其实房间里充满了黴菌 你每一天都在吸这些黴菌 这很恐怖 但是你说黴菌 真的是 你就在空中飘我们 那怎么办呢 可是你知道我在家里 那个湿道 我家是木头的床架 因为它又靠墙 仔细一看 整片其实都是黴 真的假的 对 然后我儿子就睡在那里 我才会觉得很对不起他 难怪他会一直打喷嚏 一直在吸那个黴菌 你会怎么看起来很开心 像你老公去睡在那里 很开心 我没有很开心 我才有无奈出师 无奈出师 但他是带着笑意奖 是出师机 你没有很难过 哪有 我很难过 因为他就靠着墙 然后因为我们房间比较小 很难去挪那个床 然后去清窗台的那一边 然后就觉得天哪 永远家里的湿度 都是看到80%的湿度 对 我们家也是 真的都这么地湿 对 所以洪医师 为什么 奇怪我们空间中 这个潮湿 黴菌 我们会有这么多这种 喉嚨羊 咳嗽 鼻子过敏 台湾处在一个海岛型气候 台北市又是一个盆地 海岛型气候加上盆地 这两个因子 其实我们人类最适合 皮肤最适合的潮湿度 大概60%左右 所以他们有统计台北市 大概平均大概78% 所以都是全年就处于 比如冬天叫做阴冷潮湿 夏天叫闷热潮湿 对 全都潮湿 这个也是台湾为什么那么多过敏 我们在想说 为什么在潮湿的环境 很容易长一些黴菌 大家知道其实黴菌本来就 在那些潮湿的环境很容易滋生 为什么会过敏 大家知道我们的药物里面 大家最容易过敏的叫 抗生素 抗生素它成分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什么青霉素 红霉素 它就是一种黴菌素 我们对于黴菌的过敏 刚刚其实文华有讲说到处 其实空气有很多的黴菌 到处都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过敏 有些人不会过敏 事实上是浓度的问题 很有关键 很关键 你在很多人 我们判断说它是一个过敏儿 可是你去了一些 比较干燥的地方 它再也不会有一些过敏性鼻炎 黴菌的过敏不只是黴菌素 还有黴菌的胞子 你知道黴菌不是有高等植物 它是比较低等的植物 它产生一个种子就叫胞子 胞子会飞到 有些人是对胞子过敏 那我们讲过敏之后吸进去之后 当然大家为什么会是 自己呼吸道来表现 吸进去就让你黏膜 就开始就觉得鼻子就是鼻塞 然后不舒服一直打喷嚏 比较严重它会让你黑眼眶 有没有 因为这边的充血之后 你静脉回流就光眼带就跑出来 这边就 所以你看那些 它不是睡眠不好 是经常性的一个严重过敏 但它另外还有比较严重 在进入里面 你知道为什么它会觉得 好像有被附身那种感觉 那个是因为 不是附身 没有叫附身 没有附身的感觉 你多到鬼压床是不是 对 在我们的咽喉的黏膜 充血就会有异物感 就一直要清喉咙那种感觉 就是喉咙很痒 那再往下 就是到我们的气管 支气管就会收缩 收缩比较严重的 这就会产生气喘 那皮肤就产生了 就像一些异味性皮肤炎等等 其实黴菌 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事实上是蛮大的 可是真的有因为空气潮湿 而引发严重的案例吗 其实真的 当时就是因为 所以买不起新房子 所以他凹了很久 就跟他爸爸说 你那个旧的房子给他住好了 然后他凹到那个房子之后 当然第一个时间就决定说 要去做一下大扫除 就是一栋很老的房子 因为那个地方就相对湿气很重 所以他当时那女生没多想 就去整理 整理完之后整理到一半 突然发现说自己喘不过气来 然后整个就觉得想说完蛋 是老房子有什么吗 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朋友就想说 他怎么脸色变得很奇怪 然后后来他就整个晕过去 你知道 但他吓死了 就赶快把他送去医院才发现 就是因为他老的房子 他可能太久没有整理 所以他里面黴菌 黴菌 包子 塵蚌 什么都一堆 因为潮湿所以养得非常的茂密 大量的这种过敏炎 进去之后造成刺激 结果他是整个呼吸到水肿 就等于整个贴在一起 所以他 空气根本过不去 塞去 对 他是等于说你想想看 你是皮肤肿 可是他是 所以他整个差点 他差点挂掉 因为他整个就是等于窒息 因为他没有办法呼吸 紧急送去 所以这是急性的 急性的就是 如果你大量的黴菌 或大量的过敏也来 刚好引发最严重的反应 不知道休克或是黏膜水肿 可是还有一种 你还不知道是因为这样 之前有个阿伯 阿伯也是开始连日英语之后 他就开始觉得人不舒服 然后整个发烧起来 然后很严重的肺炎感染 然后他们想说怎么会这样子 以前也没这么严重 怎么会看不出什么问题 突然间就这么严重 后来医生就说 发现他那个感染源很奇特 他的感染源是一个叫做 就是你知道那个菌哪里来的吗 哪里 就是他们楼上有人养鸽子 鸽子是不是有时候会到处大便 就大便在他们窗台 他们阳台附近 因为天气潮湿 所以鸽子里面那个粪 粪里面有瘾球菌 就是在那边繁殖 阿伯可能出去阳台干嘛干嘛 风进来他就吸了一堆 那瘾球菌在他可能一般 正常的像哈啸园 这样健康的人不会有问题 可是因为阿伯本身可能免疫力 就比较差了一点点 所以让他大量吸入 鸽粪里面的瘾球菌之后 就造成肺炎感染 好可怕 所以他又开始发烧 整个不舒服的严重肺炎 就是因为鸽子大便里面的美菌 料想不到 那可能是邻居造成的 不过一般是不是有可能自己的习惯 反而会造成室内的湿度会更高呢 第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们其实 你会自己制造湿气的方式 只有一种 就是通常最常见就是洗澡 因为很多人浴室都喜欢用 我要冲澡 然后他又没有对外抽风或干嘛 就会整个很喜欢那种烟晕的感觉 里面都是水蒸气 水蒸气到处洗完之后 有些人会习惯就说 那开门让里面的水蒸气散发出来 其实这样刚好相反 因为这样会让水蒸气到你的卧室 或到你的房间 所以反而你湿气会变大 他们说估计 你这样洗完澡一次 开门让水蒸气出来 这样一次就足以让那些乘满 回一个礼拜 但是如果说环境潮湿 我们当然如果呼吸到过敏不舒服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察觉 洪医师有没有可能 他还会引发我们其他有些什么 不舒服的症状 我们刚刚讲的是黴菌 黴菌 当然黴菌除了刚刚其实素卿有讲 除了免疫力比较差之外 其实黴菌的感染比较不是那么严重 黴菌表现在临床上 大概都是以过敏 但是大家不知道 还有一些病毒跟细菌 最近不是肠病毒大爆发吗 前阵子不是登革热大爆发吗 你会发现这些跟什么有关系 当然都跟这个潮湿是相关 阴冷潮湿之外没有 这个是这些菌类特别容易滋生之外 我们的免疫力 我们人体 大家已经听过一个叫做 对不对 明明只有10度 为什么体感温度会冷到剩下两度 因为潮湿 潮湿让我们感觉更冷了 更冷之后我们的免疫力更低了 明明只有10度而已 我们就感觉到 我们的身体免疫力是下降的 加上潮湿 我刚刚讲过敏源很多 一直打喷嚏 你的呼吸道一直在接受刺激 所以这种种因素加起来 我们讲说在这种潮湿 阴冷的天气里面 那些你就很容易得到一些 所有的一些感染 感冒 肠胃炎 这些全部都跑出来了 不过这个如果说我们在家里面 室内已经是算潮湿 因为整个环境 一湿就全部都是湿了 对不对 我们在厨师之前 有没有可能避免我们吸入一些什么 因为它都是对身体不好的 这有办法避免吗 淑青 根本没有办法避免 也不可能戴面罩 因为你在家里戴口罩也很好笑 但是重点来了 有几个办法 就是说 第一个当然我就是除湿 除湿可以避免 就是让抑制黴菌生长 也抑制成蚌生长 因为你只要够干燥 成蚌也活不下去 所以是除湿 可另外常常做的臭的动作 会不小心吸到的东西是 有时候我们会想说 趁机要不要我做一下吸尘器 所以第一个 你要吸尘之前不要偷懒 还是要先用一些东西把它 把它大量的集成之后开始吸 吸的时候要注意你的集成 我们带那些效率要够好 那这样才不会反而 这是要注意的 可是像厨师 我们家都开厨师机 但小哈家里好像家境又不错 我家家境比较 不是用厨师机 我家境比较差 因为我们家没有厨师机 不是都开冷气吗 对 所以我们都开冷气 所以家境有钱人好不好 没有 再更惨 为什么 因为前一阵你都很冷 又冷又湿嘛 对不对 然后我家里就有点返潮 因为我家那个木头地板 那一天全台湾都返潮 然后前一阵子 那个衣服不是 新闻还有讲说什么都晒不干 晒两天晒不干 然后轰衣机 轰背机什么都缺货 对 然后可是我们家就失失 连地板都是湿湿的那种返潮 很不舒服 然后我们家又没有除湿机 因为我问我妈说 为什么不买除湿机 她说 那个是 不用 我们开冷气就可以了 所以你知道外面 外面12度 我们家在开冷气你知道吗 你要开放让大家去体验一下 真的很可憐 然后我家那个因为太潮湿 然后臂癌又很严重 臂癌 臂癌非常严重 这个 对 还有更严重 你等一下看下一张 对 你们家的臂癌 这么夸张啊 而且这是已经处理过的 处理过了 处理过以后 然后大概过了一两年又变的 又就这样 因为在太潮湿 就是每年都要出湿机 没办法 我一直不买除湿机 你妈还在凹什么 我说她在凹什么 你不觉得那你不会买吗 她也等我出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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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不想出 母亲节要到 可是这个有用吗 除湿机有 有 有用啊 而且有太湿嘛 听得到那个水滴的声音 而且我跟你说 那个真的有时候外面 比如说外面10度对不对 然后突然放晴了 突然变成20度 我们家里还是10度 因为太湿了 太湿了 郁涵 因为我们家其实就跟他们家一样 臂癌很严重 但其实我每天都会开除湿机 然后一打开都是75到80度之间 我每天都会开差不多四个小时 我不知道够不够 可是我们家臂癌很严重 比你们家的还要严重 我们除了这样之外 然后旁边都还是会黑黑的 然后比如说面包 可能买回来放在外面两天 第三天就开始发霉 因为我之前有听别人讲过说 那个咖啡渣可以帮忙除湿 所以我特地 对 我特地去跟朋友 要了一些咖啡渣回家 但是我觉得越放越糟糕 甚至咖啡渣还发霉 可是那不能放太久 尤其咖啡渣的话 因为它那个除湿效果有限 所以甚至你可能放一两天 你要再炒一炒 它是真的有用吗 你要让它不那么湿 不然你的咖啡渣只会发霉 因为我也有空 我也有空 你哪有这么做 一般的咖啡渣怎么会发霉了 两种眼色上面一层霉 然后我的包包上面都是霉 我不知道怎么办 那个很心疼 很心疼 可是又就想说洗了又浪费 然后拿回来可能又 一样的事情会一再发生 到底要怎么办 至少你不会发霉的包包 这家麵包店有做包包喔 你们家飞用在干嘛 你们家飞用在干嘛 洋洋妈 你们家也有发霉的状态 是不是 你看这个饼干 我跟你讲 这个饼干是我过年 我朋友从日本买回来送给我 那天我小孩要开的时候 她说妈妈 那个饼干长香菇了 那天我女儿打开来是刚好 家里也舍不得丢拿来摄影棚丢 就跟我看到了 这也两个月了 对 两三个月 可是你也许再放个两年 会长菱芝 不是 她的包包 你家还没到 不是 家没了 不过也妈妈住基隆 又很湿 旅渡 基隆真的是超湿的下雨 对 我就我也没办法 而且我们家饼干 又不能每一个饼干 都丢到冰箱里面 不可能 对 对不对 因为你要留冰箱里面 要留一点空间是让你们进去躲 其实台中还蛮干燥的 要不要大家考虑一下 有日本的饼干就带来现场 大家分享 对 妈妈留在家里那么久 对不对 好 不过陈老师 这个我们在家里面保养 你就最有一套了 家里如果要除湿 我们到底要怎么做跟注意 就是像我们家 都固定会买除湿剂 就是可以测出现在湿度多少 甚至每个房间都放 我还放一个是在家里外面 比如说阳台或者 就家门那边 就可以知道外面湿度 跟室内湿度各是多少 所以如果很明显 外面比里面湿度高的时候 就不要开窗户 不要把外面的湿气引进来 那如果像小哈他们家是开冷气 冬天照开 对 可以除湿吗 但是像冷气的除湿 它有些温度限制 像是像我们家那台是 如果温度低于16度 它的除湿功能就无法开气 所以它有些温度上的限制 所以老实说还是除湿机 会比较适合 而且除湿机 我们家到零下4度 我们家会下去 我们是特異体质 所以要跟他妈妈讲一下 除湿机是真的有用 所以我们就值得投资的 而且除湿机的好处是 现在都还可以控制说 你要多少湿度 然后就可以睡在在55 60 就是让物品保持干燥 人体又不会不舒服的 我觉得是比较容易控制 但是除湿机使用时 就要记得几个 但门窗 其实大家就是比如说 我在吃饭时 可以先开卧室 晚上睡觉时就比较舒服 那开卧室时 那门窗一定要关起来 像我都还把抽屉柜子都打开 那它其实效果会比较好 那其实这样子 其实大家就不会说 开的时候人在里面 就会觉得很闷 那咖啡渣 咖啡渣是可以除湿 它有孔状 所以它可以让湿气渗透进去 但是我们通常会拿到咖啡渣 都是在咖啡店门口 那是刚泡完的 那水冲过的 所以它里面都含水量非常的高 直接拿回家 又放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地方 那当然就很快就发霉 所以要使用那种 拿回来的咖啡渣之前 一定要晒干 那如果没有太阳时 甚至可能要花点工把它炒干 就是用锅子干炒 或者是用烤箱烤干 这个动作一定要做 不然就非常快就会发霉 变干 那还有别的配包 然后另外像我在家里 就会把那个 像现在的季节 都还有很多柑橘 那可能接下来会有柠檬 或者就是中秋 但是你知道我要晒柑橘都晒不干 我直接很快 像这两天不吃 可是柑橘可以厨师吗 这个是我今天早上做的 就做好了 早上做就好 今天雨那么大 我今天早上剥完的 很干 很干啊 要那个烤箱烤吗 没有 烤箱很容易失败 所以烤箱加热管在上面 然后柑橘一加热 它的油渗透以后 它就会焦掉 外面焦 里面没干 所以我的方式 我今天做的方法 其实就是因为今天下雨 我在烘衣服时 把柑橘皮 用一个洗衣袋装起来 一起去丢进去 然后衣服都是感觉的味道 然后衣服就香香的 都干净的味道 好厉害喔 然后这个就好感觉 天然的方香剂 就不用加那种 有些人烘衣服 所以加烘衣服 而且烘衣服超好 这是什么天然的 它又可以放在衣柜 第一可以除湿 第二它是香氛袋的概念 衣物香氛袋 这应该也要很快替换吧 不然它又有容易被掉 对 如果你放的地方 真的很潮湿的话 大概十天左右 它就会变软软的 就不会像这样脆脆 就真的很明显是软的 那时候就建议丢掉 你这个甘橘类的皮是怎么样 是味道而已 还是你真的可以除湿 它因为吸湿 然后同时它本身 柑橘有天然的香味 等于是有两用 一个是衣物香氛 一个是衣物除湿这样子 像那个浴室洗手台 下面那个柜子 很容易就有湿气 然后或者像是那个厨房洗碗那边 所以像我们家如果比较 那个柑橘皮比较多的时候 我就用一个网 那种像大一点的篮子装起来 然后就直接放一大盆的柑橘皮 在柜子下面 就比较不会发霉 然后就不会 就比较不会发霉 而且那个那种 那个没臭味就比较有 都不会有那种臭不必 那整个浴室呢 那浴室的话 其实我的习惯就是洗完澡一定 还是用刮刀 先把地板刮 然后墙壁的水刮一刮 然后大家有些习惯会拿布去擦 对 但擦完以后 有些人就顺手把那块布 是放在浴室里 想说每天都要用很方便 不就发霉了 那其实就很容易 那其实还是让那些水分 留在浴室 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 就是如果你是用布在擦的 记得那条布 一定要带离开浴室 好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这个潮湿 也可能会让你皮肤的问题 是一大堆 对 刚刚说到是呼吸困难 接下来看到皮肤的问题 包括了状况一 皮肤过敏毛囊炎 另外状况二是 私密处也都感染了 有这么严重 会 甄莉 有吗 因为其实像现在 刚好就是天气不是很容易 就是因为下雨没有季节 对 就潮潮的 所以像我们洗衣服 你用晒的其实它不容易干 对 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还会用烘干机 甚至用 因为就是希望它干一点 因为如果有点潮湿 对我来讲 我个人就是女孩子 她私密处那时候 就会不舒服 然后又有点潮湿 会痒痒的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 潮湿痒痒的 那是不是就电护电 让它不要那么潮湿 可是后来有去看医生 医生说其实 对 对女生更闷住 然后更不好 所以后来就想说 那这样那应该 她说你就是想办法 让你的内裤 可能就是要干燥一点 所以说烘不干 我们还是会用 运油把它烫干 再烫一遍 不然就是用吹风机 把它吹干 这样还蛮費工的 可是没办法 因为女生真的比较麻烦 所以真的不能让自己生病 你要为了自己好 你只能就是要麻烦一点 对 小哈 你有电护电吗 我用护电比较大 我都是用承认紧要过来 没有 承认紧要过来电视纸 承认紧要过来电视纸 没有啦 我没有用那个 我是之前就是 有一次就是 也是私密带 然后那一阵子 那一阵子就让我心情不好 我想说奇怪 我都单一伴侣 为什么会这样 我都没有乱来 难道是我女朋友吗 不会 我女朋友很乖 不可能 所以我就无奈一下 他不乖还会告诉你 我想要拆散他们 这个人不要这么负面好不好 对 然后我就 所以我就去看医生 对 我就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就说 因为你可能打球 运动 然后所以因为长时间潮湿 流汗 我说可是不是 我们跟那种一般学生不一样 学生可能是一整天 然后都就是很湿闷着 我不是 我们是可能 今天练了两个小时球 完了我们就马上洗澡 然后就对 那一定会保持干燥 对 然后医生 他说这样子吗 那有可能就是你的环境 结果我想说不对 可是我内裤什么也都有轰 你知道吗 也都有拿去轰 结果 因为我的衣服跟袜子 我的内裤跟袜子那些东西 是一起轰的 但要分开洗 要分开轰 内裤怎么可以跟帮自己洗 衣服谁洗的 你妈 又是妈妈来了 我妈洗 你妈洗的 对 因为你没有买厨师机 对啊 你妈洗的 你妈报仇 我想不到她这样子 答案出现了 我想不到我除了怀疑我 我除了怀疑我 现在还要怀疑我妈妈 对 可是我 对啦 应该是那一阵子 真的是因为潮湿的关系 真的衣物什么东西或环境 我盖的被子也很湿 那有时候对我可能就是 没有穿衣服睡觉 那湿湿的被子直接盖 那也有客户 是喔 我的问题是 我之前的家是蛮干燥的 后来因为我搬家了 想要搬一个大一点的家 然后这边的家就年代 比较老一点 就是比较容易潮湿 然后潮湿以后 我以前就是没有 循玛疹这件事情 可是我搬到这边以后 我发生了很多次的 就觉得 尤其是那几天 比较潮湿的时候 我就觉得皮肤好痒 然后抓一抓就发现 我就开始起疹 然后一块一块 我老公就说 你起循玛疹 然后或者肚子这边 很痒 我就抓一抓 就整片之血 就浮起来了 而且好多次 好 所以这个有关症状 我们待会来医医求证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有这两样的话 要注意的是 就是包括你的衣服 床单可能都发霉了 美金已经在皮肤上生活了 在皮肤上生活 洪医师帮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的皮肤事实上 我们知道最适合在 60%左右的一个湿度 那你如果在一个 很潮湿的一个环境 长期下来 会产生什么问题 第一个什么叫做毛囊炎 大家如果没有毛囊炎的经验 你回去把拿一个那个 我们讲保鲜膜 把自己给封起来 或者我们的皮肤需要呼吸 它需要我们讲说 一个叫做无感的散热 它会打开 然后把一些水分 从皮肤里面增散 可是你把它闷住之后 就会产生很多很多问题 你闷了一天 你就会发现 有一颗小小的红疹子跑出来的 那就是毛囊炎 那时候会痒 你如果去抓它抓着 细菌跑进去叫 所以这个叫做我们的毛囊炎 刚刚以路讲的那个叫做过敏 过敏又是什么 过敏我们叫做蕴麻疹 蕴麻疹又分两种 一种是刚好潮湿的时候 里面有一些黴菌 有一些过敏源 你对那个过敏就跑出来 另外一种有一种叫 物理性的一个蕴麻疹 什么叫物理性的蕴麻疹 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些人对风 有时候我们蕴麻疹又叫 什么叫蕴麻疹 就风一吹 它就开始跑出来的 没有 我在家没有风 对 那表示应该是过敏源 还有一个叫 物理性的还有一个叫湿度 它们这样在抹一些湿度的时候 就容易产生一些 这叫物理性的一个蕴麻疹 当然医生 当然就开了一些什么抗阻滋胺 抗生 那个类固醇这一类 可是真正你还是要离开那个环境 要搬家喔 不用搬家 才搬过去而已 但是有这么容易造成 私密处也会这种闷热 然后就感染了吗 这么容易喔 其实女孩子的 尤其是女孩子 女孩子的私密处 一直包覆在一个 本来就是一个潮湿的 其实大部分都是在 因为在冬天 她们又穿那个比较厚的地方 如果刚好是在那个 旌旗前要免疫力低的时候 就很容易经常性的感染 其实这个其实不只发生在 那个我们想说 女孩子私密处 我们肾脏科 她只要在那边感染 经常会有一个逆行性的感染 感染到密尿道 所以密尿道也很容易感染 所以在潮湿的环境的时候 这种情形 我刚刚有提到 这种是我们的身体 免疫力一下降的话 你那个又长美 就很容易私密处就感染了 可是我认为其实那一裤 真的只要烫过或是烘干 黴菌就死了吗 要够 温度要够高 对 你要很高的温度 对 就是要高温 还是会定期就要把内裤换掉 第一个当然要定期换 然后第二个就是温度要够高 至少你可能说 她们那个时候说太阳曝晒 你可能至少要一个钟头以上 那种热度才够 对 所以你不要想说烫过 因为有时候光是 熨斗烫过其实还不一定够 之前有一个那种外国女生 她就说她 非常地深刻体验到台湾潮湿 可能造成的问题 她说她在外国的时候 她几乎没有什么这种就是 密尿失掉 私密度感染的问题 她说到台湾 她几乎刚来的时候 每一个月就会感染一次 她会非常严重 然后她就想说是水土不服吗 后来医生才跟她说 因为台湾的湿度比较高 所以你如果一般 你的私密衣物 不能像你外国那样处理 你一定要就像我们刚才讲 那种非常非常地干 烘干肌烘到最干 或有晒太阳的机会要晒 否则因为你 女生那个练珠菌或什么 它本来也是是美菌的一种 它就特别容易在那边繁殖 所以你就是 等于如果你内裤没有换掉 你后来就一而再再而再一直长 对 好 不过台湾就是这么湿 也不可能移民 怎么可能 还是台湾好 长期接触这样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慢性的疾病 对 因为在潮湿的环境 那个细菌一个叫湿疹 湿疹有可能是它本身水气 就是我们皮肤泡久之后 一个炎症性的反应 可是后来发现 其实有可能不是单纯是潮湿的水分 而是潮湿之后养出了一些 我们表皮有一些细菌 细菌会发酵产生一些 分泌物出来 所以有时候它会觉得 那是浓稠的东西 你会觉得有味道 浓稠的时候 那个东西对你皮肤刺激 产生了一个炎症性反应 当然一定要把那个东西 先洗干净 再擦肋骨唇药膏 那个效果才会好 这是第一个叫湿疹 第二个我们常见的 就是一些咸类的 最常见的叫竹咸 竹咸就是大家讲香港脚 因为潮湿的时候 我们今天穿的衣服都还算通风 可是脚在皮鞋什么布鞋 我们脚事实上也会流汗的有汗 事实上就很容易 香港脚就产生了 第三个是运动选手 比如说他们可能去打玩球 或是说在这种天气里面 下雨你遇到湿了 那闷很闷 然后你就开始流汗 你没有擦干 擦干像今年累月之后 你会发现你这边脖子 长白白的一个小小的斑点 大家以为那个是不是什么白斑 事实上那个是一个黴菌的感染 那种非常 那个不见得会痒 可是就是会突然出现那种 小斑点 有啊以前我就有 先打球就会 对 那个很容易 那就是因为那个 我们讲说黴菌 染在你的那个皮肤下面 那时候比较严重的 甚至那个擦的效果都不好 要吃那个口服的那个抗黴菌 要一吃就要吃半年 那个还满 刚开始很快的 那个会痒痒痛 那个叫湿疹 那有时候你装还有一个破皮 你就会觉得有刺刺痛痛的感觉 可是不抓也不过瘾 对 抓久的时候 比如说你有香港脚对不对 香港脚抓一抓之后 你再去抓那里 那开始就出现一个 像念珠一样 念珠一样 一个珠珠的水泡的东西 那时候就是 合并 合并 对 骨险 黴菌感染 然后湿疹 黴菌感染 比较严重的再去抓 细菌感染 那个就很复杂 所以很多皮肤科医师 一开药都喜欢给你们综合药膏 类固醇 抗黴菌 抗生素 对 因为你的疾病刚开始 可能只是一个湿疹 被你一抓之后 黴菌也进去了 细菌也进去了 那就整个就要 综合药膏来治疗 所以能接触吗 所以如果说黴菌跟细菌 黴菌跟细菌就会传染了 对 我讲说那个 如果是湿疹当然是不会传染 但是黴菌跟细菌就会传染 但是如果只是单纯湿疹 那还是要医生诊判 对 对 好 但是如果家里面 你说像小孩你们家那么湿 衣服 床单 如果都湿成这样 怎么办 对 像我的衣服 然后我这么大个儿 我就很难买到皮衣这种东西 好不容易买到了一件 结果再过一个夏天 冬天要拿出来穿的时候 白点耶 对 你看 你怎么会脆 黴菌 黴菌 黴医师 他这样子 在那边甩那个 因为家里面的人也会这样做 黴菌的过敏是很严重的 很严重 我们要打青霉素之前 要做一个皮肤测试 为什么 因为一般的过敏 有可能只是痒痒而已 青霉素的过敏打下去 是会过敏性休克 会吸不到气 甚至要插管的 不好意思 意思不好意思 所以黴菌的过敏 真的要很小心 不是 拿到 有些衣服啊 什么放在柜子里面 过一个冬季出来 就会有味道 好啦 待会你那皮肤 我们把你火化掉 麻烦一下 麻烦一下 他真的也 我们家里面 就像我说我有定期 我会真的是定期 每天在厨师 可是你知道那鞋櫃 鞋櫃真的比较麻烦 真的麻烦 因为鞋櫃就是 你就算厨师 那有小孩还是会这样 回来 那你知道他们的球鞋 臭就算 因为它流汗 所以它其实球鞋 是最容易潮湿的 所以像我的靴子 放在它旁边 就是整个发霉 对 那当然我就是丢掉 我不会像这个 还留在这里 我觉得太可怕了 真的 因为都这样算了 会扩散 你知道 对 所以我们就会在鞋櫃里面 放一些像这种除湿剂 帮忙除湿一下 就是还是会 买一些这些东西来帮忙 还是得要 对不对 对 饼干 像我们的话 就之前就是不常穿的衣服 很容易会发霉 可是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这种经验 就女生的内衣里面 会有点黑点点 为什么 一定有 就是会发霉 霉霉霉 因为靠近胸部的里面 就一点点一点黑黑的 内衬是不是 就是贴近胸部的位置 对 内衬 不是包子的地方跟海 没有 是内衬就真的 妳很容易流汗 内衣可以这样搞吗 谁要回答 没有人任意回答 其实还好 有时候那个衣服上的霉 但你皮肤上的霉 其实不是同一款霉 所以这只是代表说你可能 这象征的是说你 因为内衣的内衬 它通常是有一些海绵 或尤其女生要看起来 比较丰满 有时候里面是一些装 塵水 填充填物 那这些填充物相对是比较 如果说在洗的时候脱水 可能没有脱那么干 它相对是容易没有干 所以这个时候会发现 确实女生有一些 它那个棉垫 就是它那个秤垫 会有一些小黑点的霉斑 但这个霉斑理论上它不会 因为这样直接感染到你的皮肤 因为皮肤老实说 你要感染到环境中的霉菌 而不是皮肤上的霉菌 还不是这么容易 通常是你免疫力 有问题的时候才会 可是这个会告诉你一件事 因为这个霉干的情况之下 它如果你皮肤刚好 是相对容易过敏的 你就会一直觉得痒 因为等于说有一个过敏源 一直在刺激你的皮肤 所以你都老是觉得骚痒 而且因为它没有干 所以你就整个区域的 那个湿度都会太高 所以也特别容易 比如说你可能就会觉得说 那个季节的什么皮肤的 像湿疹或什么情况 就会特别明显 原因就是你是穿的 相当于常常穿着 没有干的内衣在穿这样子 但甄莉刚刚讲说 她都会用这种除湿剂 对 除湿剂 这有水了 它这蛮多的 除湿剂在使用还OK 除湿剂在使用 其实我觉得只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放的位置 因为有时候以前古人 喜欢用什么耐烷 或什么油的煤的那种 有添加一些东西的 如果说你放的位置 不大理想被小孩子吃掉 或被你的毛小孩吃掉 可能有一些轻度的中毒的疑虑 可是我觉得第二个事情 是现代人常常犯的毛病 就是一放下去 放一盒就觉得 它会除湿一辈子 所以你要定时 它满了就把它更换 可是你不要让它说 未来我们反而湿度低的时候 它会变成你让你的 反正湿布降不下来 这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不要一放下去就不换 这种挤水性的除湿盒 很多妈妈都很爱用 因为看得到产生水 就觉得很安心 就觉得有效果 但是要比较小心的是 它的那个白色颗粒 是一个叫氯化钙的成分 然后在吸湿的过程 会产生氯气 那对一般人来说可能还好 但如果比较呼吸到敏感的 小朋友或老人的话 其实要比较稍微注意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是它产生的那个水 它其实碱性很强 就是比较强碱 所以一定要到的时候 一定要很小心 然后手也不要去碰到 不过每个人好像都有靴子 还有皮发霉的经验 那好像老师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下 比较简单又安全的 厨师的方法 还有一个 陈老师 我们这边有几样东西 我们帮大家示范一下 赶快教教我们 好 先告诉大家一些天然 然后又很便宜的一些厨师方法 然后首先我们用的是 小苏打粉 然后小苏打粉 我们常用的是清洁 但它其实有几个好处 用在防潮 第一 因为它是粉的东西 本身就会稀释性 然后加上它又可以除臭 所以非常适合是放在鞋柜里面 然后我的方法就是拿家里 不要的空罐子 或者小纸杯 布丁杯都可以 然后就放个八分满 那其实这样子用其实也就可以 但是比较怕就是 万一有时候在拿鞋子 撒了的时候会打翻 所以通常放完以后 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在上面 就是拿一个像透气的 像是厨房纸巾或面纸 都可以把它包起来 然后这样子就OK 建议大概放一个月 就可以把它换掉 那你会看到里面结块这样 如果真的比较湿的地方 其实就是一开始就是撒 这粉就开始没办法这样动 它就会开始变硬硬的 然后最后就真的会变成 一个块状的 所以就可以一个月以后 就把它换掉 换掉的小苏打 还是可以拿来清洁 还是可以清洁 对 所以像我的学生 有些妈妈很聪明 他们小苏打买回来 就先分很多小盒 然后放在各地 家里的柜子除湿 然后当除臭 然后最后再收起来 变一大罐拿去做清洁 那就不会浪粉 于物而用 对 于物而用 再来 另外还有一个东西 其实像我们常说过去 都会看到有些阿嬷 妈妈都会在柜子里面铺报纸 然后我的方法 其实就是把它卷成这样棒状 那其实方法很简单 就是我们一般报纸 然后会卷起来 假设这是鞋柜 我就会塞在旁边的角落 对 这样子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像 除湿棒的概念 然后大概两个月 其实摸起来 报纸很明显会比较软 就没有那么脆 就是湿气了 对 那就拿去回收 换掉 所以这个就很适合用在鞋柜里面 然后还有像是我们的衣柜的时候 有时候换季 我们就会把衣服装箱 然后装箱有时候 像衣服闷在一个箱子 然后又盖起来 就觉得很容易闷在里面 很容易吸湿气 就会受潮 那我的方法 其实用到的也是 家里都会有的 像浴巾 毛巾都可以 干嘛 因为毛巾本来就是一个 超级会吸水的东西 它会比衣服更会吸 是吧 对 它的吸水性很强 所以我就会在收纳箱的底部 就先铺上毛巾 然后等于就是一个防潮垫 然后所以它就可以洗 万一你的衣服真的 没有完全晒干 像有时候真的有一点点水气 然后放进来时 毛巾就会帮你把这个水气吸走 然后就可以把所有折好的衣服 要收的衣服 其实就一件一件放回去 把它放进去 对 可是毛巾一直压在底下 它又是湿的 所以大概 建议大家大概两个月 就要把这个毛巾抽起来 然后洗好 晒干以后再放回去 然后最后的话 再把上面再放一个 然后上面盖一个 其实就是两边稀湿 同时就是防灰尘 因为有些人是那种抽屉型的 灰尘难民会进来 所以就在放 但是是有用的 他都在当衣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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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放进来 走在路上 还看头条新闻 而且还是过期 三年前的 过期的新闻 但是这个方法要提醒大家 但除了就是定期要更换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毛巾一定要选浅色的 不要选深色的 怕染色 对 怕染色 就是万一 震头 震头 这样一样的 震尖 对 其实你毛巾 我会想到那个更会吸嘛 那个女生洗完头的包头巾 有一手 那个超会吸水 吸水性很强 用那个放这边应该也很好用 对 然后但其实毛巾 就家里平常会有 有些时候就是用了一阵子 我觉得有点旧又没有到脏的 就是要太换时 就可以拿来用在这个地方 真的 了解 那如果有衣服已经发霉的话 该怎么脱 其实已经发霉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 用一种 像市面上的产品 它的名称很多 这叫去字霸 就叫漂白粉 或者漂白素 那其实大家买的时候 就只要认明它的成分 就是一个叫过碳酸钠的 那它用的时候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一盆水以后 我们加这个粉 然后衣服就浸泡 因为水碰到过碳酸钠会产生活氧 然后很多小气泡 它就是利用这些小气泡 把脏污带走 它很温和 而且它是天然 就是它产生只有氧气 所以泡的时候 记得要泡稍微久一点 至少要半个小时 然后如果衣服脏污比较严重时 可以泡到两三个小时 然后再洗 就是不要说泡了以后 立刻拿起来 其实会没有效果 所以很多妈妈会反映说 这东西不好用 都是使用上记得浸泡的时间要煮 因为它没有像绿系的那么强 对 它没有那么强 但它对衣服来讲是相对安全 而且效果也非常好 如果衣服有时候像这种天气 你怎么晒都是晒不干的 你有没有什么方法 如果晒个两三天 不过放在阳台都不会干时 有些像学生就会一直放在外面 让它一直晒一直晒 那其实那种 就是阴干式的晒法 其实衣服都有一个臭臭的味道 对 所以建议如果真的两天 三天已经没干就把它收来室内 那收来室内可以有两种处理方法 一个是 然后利用电风扇赶紧把它吹干 或者就是放在室内 然后门窗关了以后开除湿机 然后除湿机这时候可以选 像它有一个干液的功能 其实会比较理想 那如果是根本是用 没有除湿机的话 没有除湿机 不然我们家 开冷气也可以吧 开冷气 嗨 老板 天气很冷的时候又下雨 又要开冷气 又要开下雨 天空晒 然后又很冷 这样拖好冷 我们要加烂冷气 这个今天要跟我们的感觉 每天跟住在荷欢山一样 其实在一开始洗衣服 洗完时就可以做一些工作 让我们的衣服比较干 就第一脱水时间稍微拉长一点点 多脱一次 对 大概三到五分钟之后 因为脱太久还是会上衣料 所以大概三五分钟大概就够了 然后还有晒的时候 衣服要保持一点距离 就是大概都这样的距离 就是有空气才会流口 然后晒的衣服就一长一短 但是哈啸人家衣服 应该都这么长的 我都很长 很长 他们说很长跟超长 他只有长 太长 就是错开一下 然后厚薄的也错开一下 其实也比较容易干 然后如果像有些裤子 很多那个口袋的 然后建议大家是拉出来 或正是整个反过来 都比较容易干 这些都是提供大家 可以试试看个方法 来 谢谢陈老师 谢谢 好 同时 能不能帮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如果说像我们这个潮测环境 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 对不对 那我们如何避免百病丧生 我们没办法搬离这个国家 这就是这么潮湿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积极地做 但事实上后来我们发现 很容易霉菌感染的 事实上我相信 像陈老师他家一定没有霉菌 为什么 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湿度 但是当你清洁的时候 霉菌的浓度是很低的 比如说你一个去外面的运动完之后 衣服你不要一个礼拜洗一次 那一定会长霉 就是说要记得天天 然后比较容易长霉 像一些浴室 厨房这一定要清干净 我觉得这第一个 第二个 既然那个霉菌潮湿那么多 我们要把身体的免疫力练好 所以大家记得要运动跟多喝水 这两件事情非常 那第三件事情 当然潮湿那么好不容易出太阳 大家善用紫外线杀菌 把一些比较容易潮湿的拿去外面 其实紫外线杀一杀之后 可以把一些 这是古老的智慧 可以把一些黴菌给杀掉的 大家记得这三点 对 当然还有一个环节 可能大家会忽略了 就是现在夏天越来越多 大家流汗 或是喜欢运动 小朋友好动 衣服容易湿 如果当你湿透了的时候 你就把它丢到洗衣篮里面 又没有马上洗 完蛋了 那湿气特重 对 所以这种我们也这样把它丢 要分开来 今天谢谢各位巨男美女的分享 谢谢 谢谢